中共外交部透露 黨媒駐美記者被迫回國 高中生墮樓死 引爆全國怒火 中共強壓民怨 知情人爆墮樓內情 官方說謠言 應對中共網攻 澳洲語言 欲主動反擊定向制裁 中國泡菜製作現場曝光 嚇壞韓國人 進口銳減三成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5月13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紐約時報》近日發表的一篇報道說 中共當局正在試圖創造一個 新的全球新聞傳媒格局 來替代由西方傳媒主導的舊格局 報道引述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 在12日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 中共正在利用它的全球傳媒基礎設施 傳播有利於中共政權的宣傳 甚至鼓動散播虛假訊息 針對該報道 11日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注射於香港的中共大外宣傳媒 中國評論通訊社的記者特意提問 對於《紐約時報》的上述報道 中方有什麼回應 華春瑩隨即 按照提前寫的稿件作出回應 華春瑩沒有直接回答有關《紐約時報》的提問 反而指責美國濫用話語霸權等 不過華春瑩在大吐苦水的同時 透露了新華社多名駐美記者已經被迫回國 她聲稱新華社和人民網的駐美記者為了獲得批准 從2月初起就已經被迫停止工作 其中新華社記者已經被迫在5月1日回國 去年6月22日 美國國務院再次宣布 將另外4個中共在美宣傳機構列入外國市團名單 美國國務院強調這些機構都是受中共政府的控制 並非正常的新聞傳媒 四川成都一名16歲的高中生林維琪 在5月9日母親節在校內墜樓身亡後 官方聲稱基本判斷該生是因為個人問題輕生 死者家屬不服 控訴疑點重重 官方兩天內迅速結案 關鍵監控陸像消失 引發縱怒 但是追問真相的家屬和民眾正受到當局的打壓和禁聲 事發當晚 林維琪的親友還有大量民眾聚集在校門口 舉著白花 奴敲耀 真相 真相 但校方大門緊閉 還有大批公安在四周高度警戒 根據諷刺的是 校門口掛著校訓 求真求實 至善至美 事件第二天的5月10日 林維琪的母親在微博發文說 母親節下午5時40分開車送兒子去學校 告告慶慶送去 短短一個小時後就出事了 林維琪在事件當晚9時接到學校的通知 說給我聽兒子已經沒有了 死人從走廊墜落 他要求看監視錄像 但校方不讓他看 想問問同學老師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學校第一時間遣散了班裡所有的學生 並警告他們不要亂說話 這位母親說 在校門口守到深夜 沒有任何正面回答 他說作為一個母親 我現在只是想看看兒子 他現在一個人冷冰冰睡在哪裡 有沒有人告訴我 事件第二天的下午 林維琪在微博上說 終於到學校看了監控陸像 唯獨事發那段沒有了 這樣的事我聽過很多次 但沒想到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5月11日晚間 成都警方發通報說 經現場嵌嚴 調閱監控 屍體檢驗 認定林某某是高墮死亡 排除刑事案件 通報還寫著 家屬對調查結果沒有異議 自由亞洲電台說 事後聯繫林家家屬 但電話不通或是關機 林某的微博號也未再更新 而在11日上午 林某在網上還發聲明表示 不認同所謂個人問題興生的結論 他要求看到完整的監控陸像 要追查真相 事件後 有知情網友在支付網上披露內情說 自己是死者同學的家長 一直在猶豫好不好說出真相 因為說出真相 可能會令自己的小孩 沒有法治高考 甚至被所有的高中除名 但該網友表示 當他想到自己的小孩有一天 可能會面臨與死者同樣的境遇 想到這個背後的罪魁禍首也同樣是母親 真是難以做到不發聲 該網友披露 根據自己的小孩的描述 死者的炮老師曼麗霞的小孩最近正準備出國留學 而死者剛好佔用了僅有的這個名額 因而這位母親為了他的小孩把林同學人為這樣推進去 該網友還指 關於事情的真相 校方給學生知道更徹底 學校在死者死後 首先是藉噴農藥的名義 封鎖了所有教室一側的門窗 即是能見到死者跳樓為自己的一邊 令到所有人都無法見到屍體的處理 然後將屍體割物等調查時很掩人耳目 還威脅所有學生收聲不能夠說出任何細節 該網友說 自己的小孩說 孟麗霞家裡有人在教育系統工作 網警會順著網絡找到說出真相的每個人 該網友最後表示 在他發這篇文章時也害怕 但他更怕是自己的小孩有一天會經歷類似的處境時 沒有人發聲 他也更害怕作為老師的這些父母 即將自己的小孩當作小孩 將別人的小孩都視為地底黎 關於知乎網上披露的這段愛情 很快被官方指為謠言 還有官媒說 孟麗霞是成都49宗宇文老師 她的女兒和林某是不同界等 還要求民眾不要傳搖等 事件真相到底是怎樣 在互聯網上掀起了少有的質疑和怒火 相關話題下 除了對已世生命的哀談外 更多的是對官方、校方、傳媒不作為 掩蓋真相的憤怒之聲 有網友說 既然是自殺 為何要將小孩的屍體直接拿去殯儀館 火煩不通知家長 監控又壞了 還不在第一時間通知家屬 喪盡天良 後台到底有多硬 可以隻手遮天 這個盛勢如你所願 維權全靠微博 面對空空如情 中共官媒新華每天電訊也發表評論說 按照學生家長的說法 此事疑點頗多 例如為何學生聚忙兩小時後 學校才通知家長 為何學校首先拒絕提供監控畫面 之後家長去看的時候相關影片缺失 為何該校有學生說校方禁止他們發聲 成都居民謝進彪 也對這件事充滿疑惑 他對自由亞洲表示 他11日上午來到49中學校門口 發現氣氛大變 從前一晚追問真相的怒火 轉為恐懼 他說 學校應該好像是兩個門 這邊門停了可能有三四輛警車 那邊停了有六七輛警車 而且還有一輛那個大巴車 知道吧 每一旦有什麼突發事件的時候 那個警用的大巴就是專門拿來裝人的 知道吧 門口附近還有一些便衣 便衣國寶 然後還有 我看一直有幾個人 還就是騎著那個自行車 那種警用的自行車在那轉過去轉過來 那個氣氛 你一到現場 你就知道那個氣氛比較緊張 謝進彪還說 自己走向校門口拍照 馬上就被幾個警察強行抬上大巴 還被警察蓋了幾巴 目前 謝進彪已經回到家 但對這次經歷仍然心有餘悔 他說 和朋友說到這件事的時候 心裡難受 很悲哀 悲哀的原因是 一旦我們遇到事情 我們就發現 無處發聲 投訴無門 真的 你在公權力的面前太渺小了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分析說 冤屈在中國社會積累 任何小事就可能成了嚴爆點 中共領導人 每天都在擔心小事 演變成為政權的滅頂之災 用這種恐懼來應對危機 就只會將簡單的事變成複雜的事 複雜到最後變成拿命的事 新聞美容的 其他的新聞包括 應對中共網工 澳洲議員 予主動反擊 定向制裁 中國炮菜製作現場曝光 嚇壞韓國人 進口銳減三成 這些新聞 我會在Patreon那裏播 大家快點去Patreon 參數儀或積敬參數儀吧 我們Patreon見 來看見